他跟他们讲呢 讲完了以后 我是根据他们讲的 自己呢在写这个总结 每次听课以后 叶佩兰都会把大师的讲义 整理在笔记本上 课程结束后 冯先鸣把叶佩兰的笔记本 要了过去 几天后 当叶佩兰重新拿回笔记本后 惊奇地发现 笔记本上已经满是红色的披注 狼窑红还有姜豆红 我后头挂上 写上康熙的新品种 结果呢 这冯先给我夸一道 就是说姜豆红是 康熙时候的新发明的新品种 狼窑红呢 是属于当时是仿明代的红药 所以狼窑红和姜豆红 还是不太一样 我呢就搁在一起了 他就给我分了一下 另外呢就是狼窑 我这还有姜摊青花了 什么这个 这说明狼窑呢也烧青花 可能当时他们讲的时候 我这么记上了 后来这冯先生说 这写成代考 还不见得狼窑烧青花 冯先生的严谨治学 让叶佩兰印象深刻 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 文物出版社出版了 《中国陶瓷史》 这本书单对初稿的修正和补充 9号14年 这部著作详细介绍了 我国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的历朝陶瓷 是了解研究中国陶瓷的必备书籍 这本居著的主编正是冯先明 在这些大师的细心指导下 叶佩兰由一名对古词一窍不通的高中毕业生 迅速成长为一名 具有一定鉴赏能力的合格员工 叶佩兰的三位老师中 孙迎周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位 因为她不仅仅是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 还是一位故宫藏品重要的捐献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有一次搞五大名谣的时候 让大家怎么样来认识这个房品 所以她就把宋代的明代的清代的 把这房的都提出来 然后孙老就让我们 你们把它都打乱了 随便放 她到一边抽个烟 她也不看着 然后打乱了以后 她说让我们就叫她 她就进来了 她进来以后 她闭着眼 她闭着眼进来 大家扶着她 就是扶她一下 她闭着眼进来 然后到桌子旁边来以后呢 她就来摸 摸一个猜一个猜一个 这个是明的 这是清的 这是宋的 就摸几个 我们提了好几个呢 我们明的清的 仿的还是挺多的呢 宋代的也还很多的 所以她做了这么一个表演 然后呢 当然她都说对了 大家都挺都愣了 又多 而且还有的人笑 就是又真 你怎么知道的 有人还这样呢 原来鉴定的秘密 就在手上 在瓷器行当里 即使是行家离手 一不小心 也会打眼 吃药 孙迎舟玩的 都是官窑上品 更是不能有一点疏忽 她通过不断的学习和钻研 渐渐总结出了一套 各个时代瓷器的手感特点 不同时代 她的工艺不太一样 宋代的呢 她的那个小竹呢 她那个钮吧 是自然流垂的 越到那个边上 她那钮啊 就越薄 所以你捏呢 捏不起来 它是滑溜的 它是自然流垂下来的 所以宋代 你要现在 你要仿成她这个 就是那钮子 就是逐渐自然流垂 所以在那竹边 这个工艺是很难达到的 可是到了明代和清代呢 它都挖足了 以后它那竹啊 都比较规矩 比较整齐 而且呢 你一摸呢 它这个竹的感觉来讲 和宋代就不一样了 而且一捏就 就捏起来了 对吧 另外明代和清代 还不太一样的 明代你一捏呢 明代的那个肉厚 它也比较厚 其他的 还有其他的特征了 可是你要是 清代的这个的话呢 比它那个薄还规矩 所以它一摸呢 它这手感 所以有的时候 那个孙老呢 过去有人把他称作 是宣德大王 宣德这个青花 他要上手一摸的感觉 也能立刻他能知道 是不是真的 就是说明什么 他的实践经验 太丰富了 当时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 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 就是在社会上 为故宫搜寻藏品 在跟随孙迎舟外出时 有一次 叶佩兰一下子 看中了一件瓷器 他根据瓷胚判断 这是一件 清朝乾隆时期的瓷器 在看过瓷器之后 孙迎舟给出的判断 让叶佩兰 大开眼界 瓷子没问题 就是老胎 后挂彩 有这样的现象 那我们以前都不知道 什么 怎么还有后挂彩啊 听起来听 怎么瓷器上还有这事啊 怎么看呢 因为你这东西是老东西 是吧 这个老胎嘛 它这东西是老的 过去也经过了好多年了 所以的话呢 也有可能过去用过 或摆过 在日常当中呢 它就有一些个 很暗的一些个磨损 肉眼看不出来 就是咱们就这种 白柚的瓶子表面 有的时候 它有一点划伤 你看不出来 就是右面上有点划伤 但是你要看的时候呢 但是你要上彩呢 你要一画花纹呢 这彩呢 不就把你这划道 给盖上了吗 对吧 肉眼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你要用放大镜呢 它就告诉我们了 它比方着 你一看 它看完了 就让我们看 是吧 一看呢 这彩呢 在上边 这彩下边底下 压着一个道 压着一个 这个划伤的一个痕迹 就过去 右表面划伤的一个痕迹 但是呢 这个道上边有花纹 那就证明 这彩是好挂上去的 在里面上 这彩呢 这彩呢 是吗 那这彩呢 是什么呢 感谢观看